这二三线更适合这个中超联赛 好的 随着主裁办的一声哨响 双方的这场比赛呢 现在已经是正式的拉开战幕了 这是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17轮 征冠组深圳队对阵河北队的比赛 如果深圳的这场比赛 真的觉得自己可以去 占领一个主导性的优势的话 我觉得河北队还是有机会 可以去得到一些东西 这个进攻的效率 确实还是要差着一定的程度的 是 差别还是挺大的 明明省维奇今天这真赶上啊 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丢球 其实接下来后方线上就很危险了 金特罗闪开孔当可以打了 维奇这已经是第二次 从本方的进取前 带球向前推进 参与到球队的进攻当中了 这本无可厚非 但是 这个球也是直接打的球网之差 大熊完全可以应付 金特罗 这球是选择了直接攻门 球打的 其实 这也是因为金特罗没在场 看一下这个这一球 前点深圳队的球员是戴伟俊 伸脚挡了一下 出了底线 美米守维奇那边差点啊 是 来看一下这个角球 直接打到门前 第一落点是河北队的球员顶出来 二次进攻 到远端 高林 两分钟的升停50 现在也已经是进入到了独秒的阶段了 高林 这球转出来 阿齐姆彭在右落 对方的多名防守权围过来了 金特罗 大范围的长传转移 阿齐姆彭 这一侧 边后卫明浩伦上来了 阿齐姆彭 传中球 头球攻函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49分钟 踢补上场的卡尔德克 立竿接迎 我们再看一下 河北队之前一直非常完备的防守 在这一瞬间发生了什么 就首先呢 边后卫这一侧上来之后呢 会先给阿齐姆彭身上的防守压力减轻 是 阿齐姆彭能有一个从容的调整之后的传球 在一个呢 在面对梅米舍维奇的情况下 卡尔德克的这个升高优势还是体现出来了 卡尔德克呀 嗯 就是明浩伦别录就有传球 传的也很准确 两次胸部停球 横传球 再往中间改 卡尔德克又一个 比赛进行到第61分钟 卡尔德克 这个完全是凭借着前锋的吉敏 再加上身高腿长的优势 下半时比赛 替补上来之后 现在是独中两圆 接到了左右两个边路 各一次传中球 然后用的就是最简单的 最中锋的方式 把这个球送进了球门 而且第一时间张薇啊 真应该回头看一眼 卡尔德克的位子 看一下这个锐球 丁海峰 锐球直接攻膜 锐球打到了球门横梁上 卡尔德克在进区前 直接的投球解围 弧度还挺好 角度稍微差了一点 再稍微 现在看还真是 将近70分钟把人换上去 加上伤情捕食 也就25分钟左右 再多一点 看看这个球有机会 前点 投球后蹭 起脚打猛 城一定的威胁的 野鸿博上来之后 这个感觉确实还是不一样 是 现在那个球队 有时候真的是 就是90分钟比赛 他会因为比分变化成 两次不同的队伍 双方的射门次数之比呢 现在是9比5 两边路的传中球 今天都受到了效果了 这球直接打前点 球顶出来之后 外围还是金特罗控制 二次进攻 传远端 投球攻门 球进了 这个传球质量还是高啊 在看啊 还是经验呢 这个球 霸尔球第一时间 他可能觉得这个球速可以抓 但是抓完之后 感觉这个 这个这个点 又不在他这个手 手中正中间 可以抓住那个点 金特罗这传球的线路真好 然后呢 陪帅 对于球的落点 判断也很漂亮 他是从中路的这个区域撤出来 绕到远端 来抢这个点 球到人倒 对 球速够快 其实这把 但是呢 你现在中超的这个赛制 真不能以常理推折 对 但是河北 现在从身体状况来讲 下一场应该 投球攻门 更弱一些 镜头再次对准了卡尔德克 今天这场比赛 卡尔德克真是挺舒服 下半场 替补上场 头顶脚踢 打进两球 帮助球队 锁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局 而这时候 当支主裁判李正 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这样的话呢 在2021赛季中超联赛 第17轮的这场比赛当中 深圳队在下半时的比赛当中 连步三球 最终是以3比0的比分 击败河北队 取得了本场比赛的